今天為各位介紹的就是這台全台灣 我認為最舒服、最棒的夏天棉被 如果記得沒錯的話 應該是去年夏天的時候 我第一次鑽乘搭飛機到日本東京 去找昭和西川他們取締意 那時候開始在洽談 就是有沒有在台灣來販售 450年昭和西川他們的這些請具 這個羽絨棉被的這個可能性 你知道大家都知道日本就是很龜毛的 非常的謹慎的 所以往往反反為了光這個棉被 我這個機票就不知道花了多少錢 去了好幾趟 當然他們的取締意也會來台灣 跟我們一起的好幾次 在這期間也跟他們的社長會談 談了非常的久 終於在今年 我們退出了日本昭和西川的羽絨棉被 486團隊當然就秉持著 希望大家一起團體一起去購買 單一一樣的商品 把他的價格能夠壓低 可是因為他的這個單價實在太高了 關稅 運費 羽絨很蓬鬆 所以怎麼降 你也降不了多少 即使我犧牲了很多的利潤 他還是相當的昂貴 所以後來我跟趙和西川 我們就決定就是說 就不要在日本生產 移出來生產 本來他們是希望能夠直接在中國生產 可是呢 我想說反正都不是在日本生產 那為什麼不直接來台灣生產 你在台灣生產 我們還可以創造什麼 我們台灣的就業機會 你與其在中國生產那些錢給中國人賺 為什麼不給台灣人賺 所以後來研究了很久 趙和西川他們也在我強力的要求 強力的希望之下 就決定把這個東西 在台灣生產 現在生產出來的這個棉被 跟他們在日本生產出來的 品質都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在我們台灣這樣的一條棉被 最後最終售價是多少 單人被 8890 雙人被 9980 跟日本的售價各方面來比較 價格差非常的多 省非常的大 那我要跟各位講的 就下背 其實說起來不太好意思 我們家沒有在用下背的 我們家一年365天 都是睡四季背 因為我們就已經蓋習慣那種厚重 覺得蓋起來很有重量的那種感覺了 所以第一次我在蓋這個下背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我怎麼那麼輕柔啊 它的重量呢 才300多公克而已 因為我們挑的都是非常好的 歐洲的羽絨 幹 我的媽呀怎麼那麼舒服 我以前真是土豹子 你知道嗎 不知道世界上有這種好東西 而且它這種跟我以前蓋什麼 那個其他的品牌 那些涼背 感覺是不一樣的 蓋起來真的真的超舒服的 你以前呢 冷氣可能你要開點比較低 現在因為蓋這一條呢 因為你有加上電風扇的關係 所以你的室內的冷氣溫度 甚至還可以往上調個一度兩度 所以呢 你看一整個夏天下來 你光節省的那個能源 節省的電費 也省的就少 那你看喔 它這個300公克的一個重量 你可以看得到 我其實沒有刻意去弄它 但你可以發現 它就是非常的蓬 好 你看 300公克的一個重量喔 這麼樣子的蓬 所以你就知道 它在蓋起來的那種舒適 跟透氣度 真的是非常的高 那這一條 我真的也要跟各位抱歉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台灣的產能生產線 就一條而已 所以產能有限 像這個夏背喔 一個月 可能是生產個 400條吧 我都不太好意思講了 但是我們也是希望說 如果大家也喜歡這個價格 那我們再希望能夠提高 能夠提升這個產量 那講到這個夏背呢 我要來講一下 我們出的另外一條四季背 讓我們今天的小助手 來 陳立民拿過來 我之前都是睡這條四季背 那它的重量也比較重一點點 現在就把它折起來喔 好 那你看喔 有沒有 有沒有很膨 你可以想說 這太離譜了吧 這也太膨了吧 對 羽絨就是這樣子 所以蓋在身上呢 真的非常的柔軟 非常的舒服 那這條呢 我們現在也是一樣 完全移植在台灣生產 那因為現在天氣比較熱 所以我們每一個月的產量的話 大約是一兩百條左右 售價是多少呢 單人的價格呢 是14540 雙呢是17750 但不管單人背或雙人背 如果說是你一個人要蓋呢 大哥真的很誠摯的建議你 不要買單人背 賣雙人背 以我自己 我自己的睡眠習慣比較差 翻來翻去 好有時候翻一翻 人都睡在棉背上面 所以那個雙人背呢 雖然說價格有多一點點 但是呢 你蓋起來的舒適程度 真的比較大 也比較好 講到這邊 請再給我一分鐘 我要來講一下就是 最近賣到非常夯的一個 昭和西川的 羽絨 人體 頸椎 公穴枕 那我之前已經有講 在一些單元講過這個枕頭的故事了 去年我買了30幾盒的枕頭 各種各樣 各種材質 各種款式的 後來我的一個結論就是 羽絨枕是最舒服的 它比化學的一些纖維 它比乳膠枕 因為來得透氣 台灣太悶熱 太潮溼了 因為我頸椎的問題呢 所以我有請教過一些醫生 他們都建議我 睡的這個枕頭呢 不要這樣 盡量這樣 你看得懂意思嗎 就是說我們睡的時候 盡量不要變成頭 被頂起來 下巴變低了 因為我們現代人呢 大部分我們就要打電腦 看書 寫字 看手機 所以你的頸椎長期低的話呢 頸椎這邊四節五節 就會容易受傷 所以有時候手麻 的原因是因為這樣的產生 所以我們睡覺的時候 最好是下巴能夠讓你起來 那你要達到下巴能夠起來 就一定要什麼 人體工學的枕頭 羽絨枕呢 就是之前沒有辦法克服到 結果想不到我跟趙爾西川呢 一聯繫呢 才知道說 原來啊 不是沒有 有 那為什麼大家都不知道呢 因為太貴了 所以沒什麼人買 這樣一顆枕頭 如果我們買起來呢 要一萬七八千塊錢 這個可能買的人真的是相當少啊 那你看呢 這個枕頭呢 很有趣 它是邊邊呢 這邊都比較高 但是中間其實它是凹進去的 它是有一點點凹進去的 所以呢 我們不管你人躺著這樣在睡 人躺在這邊 或是你轉頭 那你頭放到這裡 這整個都高的 所以它一樣會支撐著我們 不會說凹進去 陷下去 肩膀呢就會 會頂到 壓迫感 會不舒服 所以這個枕頭非常的棒 再給我30秒最後的時間 更跟我講一下如何保養 我們是建議說 一個禮拜呢 可能會拿到陽台 拿到屋頂 讓太陽曬一曬 你可以中午拿出去 你可以上午11點拿出去 你可以下午1點拿出去 但是如果到了下午3點之後 就不要再拿出去了 因為有時候會返潮 濕氣會比較大 羽絨什麼都不怕就怕濕 那你可能講說 大哥 那我家陽台外推 屋頂呢被它加蓋 也上不去 那怎麼辦啊 沒關係 如果你有除濕機 你這個問題還是能夠解決的 那就是說 當我們上班上學要出去的時候 你把枕頭呢 你把它立起來 靠著你的那個 床邊 床腳把它靠著 讓它立著 然後棉被呢 你不要摺 羽絨被呢 不要去摺 不要講 我良好習慣 起來我都把它摺得好好的 千萬不要 最好就把它摊開來 鋪在床上 一個禮拜你就來一次 把你的枕頭 把你的棉被摊開來 然後把那個除濕機 移到你的臥房 門窗關好 然後把那個除濕機 開到最低最低 像LG啊 或G Plus 我們在賣的這個 兩款除濕機 它都能夠設定到 30% 極度乾燥 到下班回來之後就把它關掉 然後讓裡面這個濕氣呢 完完全全都把它抽出來 那你這個棉被跟枕頭呢 你就可以睡個十幾年 十五年 都沒有問題 那如果各位呢 有喜歡 請趕快上486團購 現在就搜尋486團購 或上486shop.com 那我可以說 你去不再救 那我可以說 我們知道 我可以說